这个视频我们来介绍俄国诗歌的太阳 普希金及其诗歌创作 说到俄国的普希金 那绝对是天才级的诗人 他八岁就会用法语来写诗 令爱好文学的父亲也刮目相看 十五岁就已经是拥有众多粉丝的校园诗人 你看他的诗 轻轻呼吸的是叶子上沉睡的微风 而幽济的月亮像是庄严的天鹅 在银白的云朵间游泳 读到如此优美的诗句 你真的很难不爱上他 连当时的宫廷诗人都由衷地表示赞叹 正当普希金沉浸在诗人的荣誉中时 拿破仑带着法国人攻进了俄国 原本生活安逸的俄国人被惊醒了 人们经过浴血奋战才打退了敌人 并开始意识到俄国的落后 普希金这样的有志青年发现 是那罪恶的沙皇专制阻碍了俄国的进步 看看沙皇统治下的那些农奴 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 于是普希金决定用诗歌来进行战斗 他要让俄国人都听到歌颂自由 反抗暴政的声音 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 专制的暴君和魔王 我带着残忍的高兴 看着你的覆灭 你子孙的灭亡 大胆的普希金就这样 无所顾忌地咒骂着俄国的沙皇 人们伸手鼓舞 大街小巷都颂扬着普希金的诗歌 沙皇十分紧张 赶紧把普希金流放到了南方的小镇 还派人悄悄监视他 结果普希金没有逃走 他的诗歌却像长了翅膀 将他反抗沙皇的坚定信念四处传扬 现在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 我的朋友 我们要把我们心灵的美好激情 都呈现给我们的祖邦 瞧这个普希金 他不仅没有畏惧沙皇 反倒更加热切地呼唤大家起来反抗 沙皇大为恼怒 他决定把这个可怕的诗人给幽禁起来 普希金听到消息后 十分沮丧 不知不觉来到了大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情感丰富、真挚 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正如一位前苏联诗人所说 凡是到海边的人都会听到 普希金的诗句像金蟹那样洋洋洒洒 实际上 在普希金之前 俄国文学还是一片贫瘠的荒原 是普希金将那原始的俄语变成了优美的诗句 并且用这些诗歌作为武器 抒发俄国人民反抗暴政 追求自由的民族精神 他就像那耀眼的太阳 照亮了黑暗的俄罗斯大地 也开启了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 人们称赞普希金是俄国诗歌的太阳 俄罗斯的民族诗人 下个视频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的作品 一战掌 这一讲就先讲到这 现在快去答题抢金币吧